这一道球队也是在恢复 这几球呢是丁净辉开球 很好的一根开球 很好的 谢谢观看 留下了红球堆给爱布顿 当然这个右边的这个单独的红球也是可以来选择去做防守 防的线路很多 爱布顿还是不想把红球堆打散 意图是很明确 尽量的不去简化局面 让这个局面主杂化 防守出现失误 爱布顿有一单连弓带手的一半 黑球左上方的红球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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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似乎是没有好的这个来开球的线路啊 嗯 这个防守的防守面具多啊 更多的精力是放在白球的控制上面 主要来看这一根 来做防守的话 其实红球堆啊 是聚在了一起啊 这根即便是做做成斯诺克 丁俊辉也是还是用不难解啊 即便是法几半分也并不是很问题不是很大 嗯 不会留什么太好的机会 来看爱布顿啊 是考虑了一下 他是认为这个 哦还是选择着这样的一个方法 哦一个非常高级的战术啊 对他想把这红球堆打散一点 嗯 前提是把白球防得非常好 对 下了比较强的右旋转 大家看 这是右旋转起作用了啊 这是我们左手反赛 嗯 这根防守是碰到了黑球 嗯 没有绕出来 丁俊辉现在是有点状况 我们看到这丁俊辉这个 梅宇间画的都是问号啊 嗯 嗯 耐心 再多一点耐心 这个 前四局怎么也要拿一局以后 还有时间啊 去这个训练室里的 揣一揣 赶快找找手感 丁俊辉现在从这个比赛 刚开始的这种 那个能够占据先手主动啊 现在感觉是 从这一局来看的话 是很被动的 拿出了家常的套筒 但是不用加班 我们像这样的 地球啊 我们是很少见啊 嗯 哇这个 手架离这个白球真远啊 嗯 用这个套筒去发力打 嗯 以前也向大家介绍过 这个套筒啊 如果用套筒去叫位啊 或者炸球啊 7 还是要比这个正常的 不用套筒的情况下 要发力更大一些 因为套筒中间是 这个传力的过程 对 它这个传的肯定是 会损失很多的力 因为套筒是空的 这个球没有形成贴球 哎 如果这个局面的话 艾布顿领先8分 两个人 因为红球堆外散落了好几个红球啊 这样贴来贴去是吧 贴来贴去 有可能会形成僵局 重新摆 哎 看来还是准备打啊 就是丁俊辉呢 他丁俊辉的这种 风格 他一般不会 他更可能的是不让那个局面形成僵局 有些时候在 两个人在 左贴右贴的时候 他有可能 主动打开 主动去打开 虽然不一定是很好的选择 但他也会主动打开 这是一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啊 嗯 这是一条防守线路 但是这个线路是一个完美的线路啊 看能不能做到 刚好是挡住了左边的红球 嗯 基本符合 嗯 白球是离突边很近 这样的话就给 丁俊辉形成了 很大的困难 这是破一无奈 来做一个沉地防守 实在是没有线路 我会跑了 这个质量已经不低了 嗯 嗯 这个中代的红球挺眼蝉的 是不是角度还是挺小 这个角度还是很小的 嗯 并不好打 啊 去打几代啊 嗯 左侧的这颗红球 即便进攻的话 白球不是很好跑 不是很好叫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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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是准备尝试这个远距离的低竿啊 嗯 看来是准备尝试这个远距离的低竿啊 如果他进攻的这颗球 有可能留机会那就是这颗球 嗯 结果还果然是留机会了 嗯 嗯 嗯 现场呢也有很多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面孔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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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